轉頭向法院深深鞠躬 謝志宏感謝司法還他清白 也終於揮別十多年的死求人生 2000年6月23日 謝志宏跟郭姓修賢 半路邀約陳姓女子出遊 郭姓修賢卻將人給性侵後 殺害猛刺48刀致死 19年前的台南貴人雙十面 當時陳姓女子 就是在這個產業道路上遭人殺害 而另外一名目擊案發經過的老農夫 在被追了200公尺遠之後 在同一條路上被刺死 很恐怖耶 遇到那一種出來 我們也是不小心撞到的 要被人家殺死 那你不怕嗎 郭姓二人雙雙背帶 謝志宏一二審 共被判了9次死刑 8年前定業 直到台南高分檢 重啟調查發現新市證 本案對被告 謝志宏不利的 兩次警循自白 無證據能力 不能作為對被告 犯罪的證據 檢方提出三項市證 分別是警方始終交不出 謝志宏的自白錄音彈 代表犯案筆錄沒有證據力 而國性凶嫌對於謝志宏 犯案手法 供詞反覆 另外根據死者刀傷 可能一人也可能兩人犯案 沒有證據證明 謝志宏同射案 而當初承辦的原警 如今已經退休 私下找到他只表達尊重判決 郭敬偉是臨時起意 殺害陳女及張青木 被告全然不知 所以也不能認定被告 有幫助殺人的故意 全案如果在判決書送達20天內 警方沒有上訴就是無罪定業 從死刑到無罪終究平反 謝志宏19年來的心路歷程 肯定萬分煎熬 記者來文章 陳勝義 杜英傑台南報導